甜點 紅豆皮 然後冰沙雞跟飲料都有 冰沙 甜點 開箱國軍伙食好豐盛 下週起還有新菜色 豆奶將成為國軍桌上菜窯之一 難不成是因應蛋荒 要用豆奶來代替 只要有這個替代品 國軍也沒有講不配合 他對我們有任何幫助 我們都很感激 那天事實上行政院會玩 他有跟我提過 證實農委會助委陳吉仲 才說月底要提供國軍 豆漿跟豆製品連續兩個月 現在拍板3月20到4月30這6週 會先提供國產產銷履歷豆奶 每週一到兩次 共216萬瓶 農委會需要負擔2000多萬元 就被只是為了降低 國軍的雞蛋需求 改用豆奶補充植物性蛋白 不是啦 大豆是旱作 它可以解肥 尤其現在這個切肥很嚴重 那我們要鼓勵 這一個農民種大豆 那當然就是我們要去促銷大豆 農糧署否認跟缺蛋有關 但這一項計畫的時機點 跟陳吉仲和國防部長邱國正的說法一樣 只是過去中國大陸禁止進口石斑魚等農魚產品 國軍幫忙吃 如今也要配合蛋黃 減少吃蛋 農產品的調度 一定要以我們國軍前線的弟兄為優先 那相關豆奶要來替代動物性蛋白的 這種短期因應的部分 我們認為還是要從短中長期的一個考量 來去進行相關物資的配置 減少用蛋量找國軍 農運品太多找國軍 國軍的武藏廟 也成為另一種保家衛國的新武器